为在花莲市海岸路17号的花莲新创基地 5号上午举办了 花莲县青年安心创业及中小企业贷款的说明会 吸引了不少创业青年前来 并且举办了营运计划书攻略的教学课程 花莲清发中心表示 期盼以花莲县府的资源 帮助在地青年以及中小企业 协助辅导来创业 有越来越多民众想自己创业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景气也受到冲击 对于多数创业青年 希望能在有限资源下获得帮助 5日上午 花莲县府青年发展中心 举行花莲县青年安心创业及中小企业贷款说明会 即营运计划书攻略教学课程 针对贷款整体细节和申办流程做说明 一般的企业贷款可能需要比较高的门槛 所以我都是透过个人的信贷去做贷款的需求 这样子 那当然额度比较低利息也比较高 之前都知道有创业青年创业贷款这一件事 但是觉得门槛好像很高 或者是说要写什么计划书 没有一个 以前没有一个单位说 专门在办这个东西协助办理 那今天我看到这个讯息 就想说可以来了解一下说 他提供怎么样的资讯可以服务 青年发展中心会提供我们青年的朋友 创业一站式的服务 除了有我们在新创基地的我们课程 以及我们工作坊以外 还会特别让我们的业师以及专家 来协助你创业上面所遇到的问题 更重要的我们也会提供大家创业的第一桶金 来大家能够共同的一起在花莲创业 那如果有相关的讯息 可以透过我们青年发展中心的粉丝页 以及可以电洽221316 获得来到我们海岸路17号 青年发展中心的创新基地 在这边都也可以做相关的询问 在这边都有专门的人员 会大家做一个创业门诊的咨询 青发中心一站式服务 将全面盘点创业资源 深入了解个案状况及需求 给予专业分析及资源媒合 安排专业课程并由业师协助辅导创业 县府将提供利息补贴 以减轻创业者负担 有需求的民众可是脸书 粉丝专业 华联县政府 青年发展中心了解更多 接着讲邦业环丽师报导